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真是開口看著你 昨天他出席一場青年論壇時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 竟然跟一名中大應屆畢業生說 說不要那麼簡擇第一份工作 跟人說 就算是洗碗或掃街 都是工作經驗 這些父母官說這番話 當然就惹來了很大的反彈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張建宗昨天連同青年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劉明偉 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即是號稱IQ160那個 一起出席了這場青年政策專題會議 主題就叫做青年就業 當然那些應屆畢業生就會覺得 現在在疫情大流行和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找工作就很艱難了 其中一名來自中文大學歷史系的應屆畢業生就說 文科學生的專業技能和知識 相比起理科學生和商科學生都是少的 令到競爭力就變得比較低了 去年11月開始他就一直找工作 找到現在都是沒有回音 他就說 遇上了很多的困難 張建宗就說 不認為文科學生找工作是艱難的 他說僱主最著重的就是態度 他首先就去抽警察水 你抽警察水沒問題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自己見到很多拿銀雞獎的 都是由警員基層警員開始做起升上去做督察 他說最重要的都是要放低身段和追求理想 他還說有些本身做督察的 可能就覺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說 這些也是得罪那些警察的 不過不要緊啦 這些是關我們一般的市民鬼事嗎? 你最好多說這些說話吧 之不過 接下來他就來了 他就說叫那些大學的應界畢業生 不要太過選擇第一份工 他說往往那些老闆問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工作經驗啊? 這個張建宗自己說的 他說洗碗和掃地都是工作經驗 你說這番說話就是有問題了 是不是? 我們先指聲明 就算我們的聽眾當中有人打電話封煙上來 都是做洗碗的工作 我絕對覺得是沒有問題 我們不是說要搞學歷歧視或者工種歧視 我們絕對是尊重所有的勞動階層的 禮記有雲 敬業咬群 梁啟超也有說過 說要敬業咬業 我也認為說得對的 就是要尊重自己的職業 在自己的職業上做好自己的本分 絕對是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你張建宗說這番說話就是不對了 起碼來講 你有沒有顧及到受眾的感受呢? 不僅是在現場跟你聊天的中大歷史是應戒畢業生的 而是那些大學生的父母會怎麼想呢? 喂! 棉乾碎濕 供書、教學 終於供到子女大學畢業了 這時候你作為一個父母官 你叫那些大學畢業生去做洗碗、掃街 你有沒有搞錯啊?張建宗 如果一個人本身是要做這些工種的 根本上就是不需要這樣的學歷嘛 那些是叫資源錯配嘛 張建宗 華人有句說話 叫做己所不育、勿施於人 你張建宗叫人你的子女大學畢業以後 走去做洗碗、掃街 拿取這個工作經驗 請問這些工作經驗 對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 在他往後的職業生涯 那個career path那裡 有什麼得著啊? 喂! 我想請問你那些高官子女 你又會不會新鮮事卒去拿這些工作經驗啊? 你張建宗 不要叫這個中大歷史系畢業生去做啊 叫林鄭的兒子去做啊 叫林哲司、叫林若熙去做啊 你敢不敢叫啊? 你叫別人的兒子去做這些事啊? 你講這番話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是否很容易試的? 請問你的臉皮是多少赤口啊? 如果你講這番話的原意 純粹是要提醒那些大學畢業生 第一份工作不要那麼簡窄的時候 你會不會講得遠轉一點呢? 比如說 你會叫別人的薪金要求不要那麼高 降低一點點 又或者是當你找工都找了大半年都找不到的時候 就將就一下吧 馬死落地走呢 你會不會講一些好聽一點的說話? 你有沒有顧及受眾的感受啊? 你說叫別人去掃街洗碗也是工作經驗 別人會怎麼想你啊?請問 你自己的子女會不會去做啊? 如果你自己都不做的時候 你有什麼資格跟別人說啊? 還有一件事啊 現在那個地步是不是真的惡劣得那麼習慣? 是不是真的那些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真的要連洗碗和掃街的工作都是要搶來做呢? 是不是真的惡劣到這樣啊?請問 要不需要叉到要吃樹皮啊? 吃草根啊 是不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了? 張建宗 離開了大譜 你以為三年零八個月啊? 你也瘋了 還有另一件事啊 喂 你說這番話就只不過是反映了你特區政府的無能而已嘛 你正正就是資源錯配嘛 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 現在一個大學生最少要讀四年的 當然有些讀醫科啊 讀牙醫啊 那些就要時間更加長了 但是一般的下科目呢 讀四年來講的成本大約是港幣94萬 花了差不多一球每一個人讀四年 就花了這麼多錢下去 那些錢不是你張建宗的荷包銀出來的嘛 不是你銀井的荷包銀出來的嘛 是市民那些納稅給出來的嘛 每一個市民都有份的 不好意思啊 大哥 就算是基層市民也要納稅的啊 納稅就給了這班廢柴了 養了這班廢官融官啊 就說這些說話了 好了 當一個大學畢業生培養出來花了這麼多錢 你叫他去做一些完全不需要學歷要求的工種 根本上是你的社會有問題嘛 你達區政府是有問題嘛 你應該是反省的嘛 曾國藩所說的叫做吳逸三省吳申 你有沒有做到呢 當然是沒有啦 是不是啊 你有沒有反省過為什麼這個社會會這樣啊 喂 如果大學開設了很多學位 原來那個構成辦法是有問題的 比如正如這個中大歷史系的畢業生說 喂 文科的競爭力低一點的 那你會不會在大學那裡調節一下呢 會不會培養多些其他學科的學生啊 你應該朝著這些方向去想嘛 而不是所有事情都不改 然後等到那些畢業生出來之後 你叫人家去洗碗掃街 這些完全就是在浪費社會資源嘛 如果那個大學畢業生 喂 他一心都是想出來做一些工種 他根本上是不需要學歷要求的 他由當初第一天就不會進大學啦 就算進大學他也要付錢的 大哥 雖然那個回報率 是不是 你特區政府是收不回的成本 他每年都要付42,100元的 四年就交了16萬給你了 大概17萬 錢從何來啊 他自己就算問你政府借的也要還 是不是 他不問你政府借的就是家長出 喂 你怎麼跟那些家長交代啊 你怎麼跟那些大學生交代啊 你這個特區政府在做什麼啊 你張建宗司長是不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在逗三十幾萬一個月 說這番的說話出來 知不知道這個醜字怎麼寫的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這樣來向惡意對待本地知識分子 就有問題啦 你張建宗到底說這番說話出來 究竟是無心之失啊 還是已經在官場上流傳著這些說法呢 而且你出席這個會議的 不單止是你本人的啊 還有這個劉明偉啊 就是說成功衰虎幹那個啊 還有就是羅志光啊 IQ160啊 到底是不是在官場已經流行著這些說法 就是說那些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啊 去洗碗啦 去掃街啦 是不是在說這些說話呢 如果是的話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張建宗本人就是很喜歡隨波逐流的 我真的很懷疑 到底是純粹你自己的個人意見 還是已經成為了主流的官場意見 你這班人制定香港的政策 你怎麼治港啊 不要說大陸那筆線啊 你根本上這班人 就算是被你治港的話就失敗了 是不是啊 而且你這樣來對待本地的知識分子 給人的感覺是跟當年文化大革命那些知識青年 要上山下鄉 要走到農村那裡幹農活 是沒有分別的 你是不是在搞文革2.0呢 請問 而且我還有一件事要說啊 今年就叫做疫情呢 就搞到很多那些大陸的學生來不到香港讀石士班而已 實際上每一年都很多大陸的學生走來讀一年制的那些售貨式的石士班 一年畢業以後就可以找到那些中資企業的工作單位去就職了 住舊七年就拿三顆星的身份證 這班人有個名堂就叫做港漂 漂就是漂流的漂 喂 這班人在香港的待遇不頑的啊 前陣子說要什麼雙重徵稅的時候 這班人就是鬼咬這麼口 而且這班人在香港是不會做一些基層工種的 一早就做什麼呢 金融界啦 教育界啦 很多專業的職位就被他們做了的了 喂 到最後會不會變成了一個情況就是港漂治港 不是港人治港呢 哈 那你本地的知識份子 你張建宗就叫他們去洗碗掃街 港漂他不會做這些的啊 就是港漂就騎著那些本地的香港人上了 是不是這樣呢 你是不是在為這班人去鋪路呢 你整個特區政府在搞什麼操作呢 我請問是 講這番話就有問題了 麻煩你道歉啦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